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台中市丰园龚老平有后花园之称 是赏景的最佳去处了 不过通往水源平顶上的会经过三个法夹湾 却被飙车族给向中了 每到深夜就由改装车呼啸而过 超的民众是难以入眠 也造成安全疑虑 地方明代接获成情之后 期盼是否能够加强取地 视野辽阔 遗忘能看到整个山间的美景 台中市丰园区功劳平时民众骑脚踏车慢跑 散步及看夜景的最佳去处 但这人称后花园的地方 却成了飙车族横行的聚集处 基本上每天都有飙车的情况 已经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了 这个已经好久好几年了 之前都有一天超过了十通电话 里长都是噪音他们飙 那个我们这边就是地铃轻晚上 他们的那个车数他们说分贝只有86 检验都说合格 可是那个声音实在让他们没有办法入眠 龚老平是赏景的最美境地 但蜿蜒的道路却被飙车族向众 由于通往夜景的水源平顶向 共有三个法夹湾 每到深夜就会有改装引擎车壶小穿梭 高分贝山谷回音让居民快崩溃 纷纷反映飙车族日夜聚集 不甩多次检举人 嚣张恨心即便有测速照相的告示 人无法有效喝止 上个月还有骑士因速度过快造成车祸 撞断一旁的铁栏杆 而短短一年平顶向声音照相 科技执法就有17件 车祸31件 市议员卸制中间或民众陈勤后 提出相关建议 要求市府要强化管理 那这第一个 我们希望交通局把中央的 这个三个法夹湾的防战馆做好 第二个 我们希望警察局能够加强 这边的一个超速的取缔 那第三个更重要了 我们希望环保局的 那个所谓的声音照相 就是防噪音的能够把这里列为重点区 那尽量来这里取缔 目前警方已在平顶向转弯处设置防撞杆 要来防止飙车组压车 造成车祸事故发生 当地居民也都盼着 龚老平赏景胜地能够尽快变得清静